等一下 我知道你或許看影片看到一半 或許你剛開始要看一個影片 不管怎麼樣 我在這裡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你 就是 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國家需要保護 需要正確的價值觀 而且最好保護家庭跟信仰的 就是聖經本身 如果你想更了解聖經 而且你想更認識聖經的話 你可以跟 迦南美帝旅遊公司去一趟 以色列、約旦經典之旅 迦南美帝旅遊公司 是唯一的一家旅遊公司 只做聖地旅遊的 由以色列、當地、專業的導遊 來按照聖經的真理 來去介紹、解說每一個去的景點 而且去住的酒店跟餐廳 都是精挑細選出來的地方 環境好 乾淨、衛生 而且有非常好的防疫措施 所以說 打過疫苗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 千載南風的機會 因為以前你如果去過以色列的話 你真的是人幾人 你要去哭牆那邊摸一下 在你的禱告在牆封裡面都非常的困難 現在因為以色列政府的關係 幾乎完全不需要排隊 意思就是 參觀的時間變多了 排隊的時間變少了 玩樂、照相、開心的時間變得更充實 所以現在就打電話給 加南美帝旅遊公司的 Wendy或是Pamela 1877、737、9937 參加他們4月的 以色列、約旦經典之旅 14天的團 世界若有10分美 9分就在耶路撒冷 走進以色列 聖經將活生真的呈現在你的面前 螢幕上方也有所有跟他們聯絡的方式 歡迎跟他們聯絡 打電話的時候你只要說 我是AI News的觀眾 就可以有特別的優惠 這個好消息很重要吧 現在就趕快去打電話 機會難得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是弗麗莎 我是Eaton 其實前幾天我們有給大家報過一個 我們比較local的新聞 就是我們49區要選舉 當時上網查說的是2月15號是初選 然後4月19號是正式的大選 但是今天突然了解一下 就發現說後面那個大選 他們應該取消了 對 其實只有這次2月15號一次選舉 因為他們本來設置初選是什麼原因呢 比如說有多個人去參選 你通過初選篩選出來兩位 然後等到正式選舉的時候 這兩個人來比 但是呢 報名的只有這兩個人 對 這是美國的一個制度 叫做bipartisan 就是眾多的選舉人裡面出來兩位出來選 然後這個樣子讓人民有一個方向 像很多國家每次出來選總統 那二十幾個 然後比較簡單吧 對 對 所以這次呢 初選只有他們兩個人報名 那民主黨這邊派出來的就是 Mike Fung 聽起來有點像麥克風 麥克風先生 麥克風先生 中文叫方樹強 那共和黨這邊派出來的就是Burton Brink 啊 所以呢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次的選舉的結果到底是什麼哈 這次呢 一共票數有三萬四千兩百五十七張 那麼民主黨的麥克風先生呢 得到了百分之六十八點一 共和黨的Burton Brink呢 得到了百分之三十一點九 其實差距還是蠻大的 一個百分之三十多 一個百分之六十多哈 是 啊 簡直就是七十比三十了 是 對 這是非常非常懸殊的一個 結果 對 對 但是這個結果呢 其實說實話不意外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有這樣一個選舉 其實這次投票的人呢 只有百分之十五 啊 那麼據我們現在查到的信息是說呢 這個方樹強 他現在就是四十九區的代表了 他會做到今年年底 然後在年底其中選舉的時候 十一月三號 他們還要再來一次 啊 因為他現在的這個任期 其實就是接 周本利 對 周本利沒做完哈 高升了 所以他就是接周本利 繼續把這個給做完 所以呢 今年到了年底的時候 這個麥克風先生 還有Burton Brink 他們一定又會繼續碰面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還有時間 可以繼續去努力了 因為說實話如果你要是看到說票數差的這麼懸殊的話 您兩個月之內很難 所以我們現在還有到年底的這一段時間哈 那其實這次49區的這個選舉對我來講 我其實個人是非常失望的 甚至可以說是氣憤的 我們有太多的華人是用種族還有膚色還有受害者心態是來投票 把我們在台灣 然後在香港那一套帶到美國這邊來 以前台灣人就是選舉的時候就會喊什麼台灣人投台灣人 外省人投外省人這樣子 哦真的啊 對 那這些東西如果在美國的話 基本上全部都是屬於種族歧視的言論 因為你用種族 你用文化來區分所有的人 不但是這個樣子 你因為他的膚色跟你一樣 因為他的種族跟你一樣 你就會認為說他會特別照顧你 他就會特別在乎你的感受 就像很多人在2016的時候投給希拉蕊一樣 因為他是女的 他就會比較知道女人的辛苦 他會幫女人爭取權益 然後他會特別照顧女人 而且很多人會覺得說 哎呀你看美國是一個多公平的國家呀 我們這次一定要有個女人當總統 因為以前從來沒有過女人當總統 有這樣想法去投票的 其實是完全完全錯誤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2016年 有多少基督徒投了希拉蕊啊 很多吧 儘管希拉蕊支持什麼支持墮胎 儘管他支持等等等等那些跟 基督教義完全相反的東西 大家還是支持啊 為什麼 因為他是女人呢 我覺得這個投票的這個理念 跟方針是完全不make sense的 yeah 我們有太多人被政客操縱感情 然後被政客立場威脅 我們希望看到跟我們長一樣的人 來帶領我們 我們向往著一個英雄來幫我們爭取到免費的福利 不只是這個樣子 我們還以為說只要他上台了 我們就可以更有面子 對不對 我們跟外國人聊天的時候就可以說 欸哪個哪個市長是亞洲人啊 哪個哪個議員是台灣人啊 哪個哪個法官是華人啊 這其實都是一些非常病態的一個想法 其實就跟每次台灣出了什麼東西 然後被國外的媒體拍到 然後就變成台灣之光一樣 例如像說什麼 王建民 林書豪 姚明 欸等會兒 姚明是大陸人 OKOK 其實就是華人的群體啦 只要說反正到了美國 好像也不分什麼台灣人大陸人 就只要是華人 就好像這個範圍又變得更寬了一點 對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的榮譽感可以接受到更多嘛 對 然後就好像說真的跟自己有點什麼關係一樣 但其實就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Yeah 還有像說吳米 最近那個叫什麼 博士頓的市長 對對對 好像只要華人贏了 出名了 好像就是我們會得到什麼東西一樣 但是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危險 而且噁心的一個想法 首先 別人的榮耀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是別人努力出來的結果 更糟糕的是 很多人支持著 我們其實一點都不認同的方向 例如像林書豪 他在美國 在台灣 在中國大陸 一直在強調什麼 美國種族歧視 不斷支持黑命貴 然後他上這個電視節目說 你看他們都把我當小孩這個樣子 就瞧不起亞洲人 但是 很多基督徒認為說 因為他是基督徒 他就一定是在做正確的事情 結果他支持的事情 沒有一樣是基督徒應該支持的 這就是 我們現在 在美國華人的政治方向 造成的結果是非常可怕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非常非常的生氣 而且說實話很難過了 因為你說華人投華人這件事情 有太多的人就一直被騙 大家好像 因為說實話 在中國大陸的人沒有過投票的經歷了 也沒有這樣一個經驗了 那他們來到美國之後就覺得說華人應該互相的抱團取暖 那我投你 只要華人上去了 他就會對我們社區比較好 他就會對我們整個族裔就比較好 別人就會高看我們眼 其實跟這個東西完全完全都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如果說你在現實生活中發現 你來到美國之後 坑你最多的誰啊 是不是華人 騙你最多的是華人吧 反而我在上學的時候 認識了很多老外的同學還有老外的朋友 給我很多很多的幫助跟支持 所以這個是不能這樣看的 就好像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哪裏都有好人哪裏都有壞人 所以你不能說他跟我們長的一樣 我們就要去投他 Burling Brink他其實從2018年 他就一直在49區參選 那49區呢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西邊的華人群嘛 洛杉磯這塊 像什麼Alhambra Montray Park Arcadia Tempo City Almonte 這些地方都是我們華人非常非常密集的城市 他一個老外在這邊說實話 他的市場就是非常小 因為會講英文的華人就沒有那麼多 大家願意去了解的也沒那麼多 大家一看兩個參選人出來 一個華人一個老外 投華人呢 讓這老外嚇去 老外還想在這麽給我們當官啊 對吧 就會有這樣的感覺 那我們這一次呢 也知道說有很多華人 為什麼會去投這個方數牆 其實是因為有太多華人左派的政客 還有華人的團體 出來支持方數牆 這個也是我非常氣憤的原因之一 那我們一會再說 都誰來支持方數牆 我們先來看看說 這人他到底能不能支持 就是這個方數牆 他主要支持的東西都有哪一些 對 就像我們反他 也不是因為他是華人 所以說我們就反他 這跟這個沒關係嘛 你總要知道說 他當官之後 他的理論是什麼東西 他要做什麼事情 他要改變什麼東西 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簡單介紹一下方數牆這位先生呢 他是民主黨裡面的極左派 他在社會治安方面 我們先來說一個 他支持47號法案 就是那個950塊錢以下 就可以隨便搶劫的那個 沒錯 然後各位投票投給他 那我們很多華人說被搶劫 然後華人的那個老頭老太太 手裡拿現金多被搶劫 然後被打等等 其實這個47號法案 為這些人提供了一個很大的市場 對 因為你不需要負責嘛 一個平台 去吧 發洩吧 華人都沒有槍 OK華人都乖乖的 華人也不會反抗 OK 然後華人還不會說英語 華人還喜歡帶現金 你去搶一個年紀大一點的華人 你只要打他一拳把他打倒了 你搜到他身上 又有手機又有錢 你全都能拿走 這個東西是不是華人要支持的 你不要看他長得像華人 他就支持這個東西 他還支持什麼 支持犯罪嫌疑人 0元保釋金政策 Yeah 這是非常非常可怕 就是你犯了任何東西 只要你種族對了 你就不用保釋金 你就可以 你被抓到了 你就是直接釋放 你連被關都不用被關 連拘留都不用被拘留 所以說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賣毒品 然後打人 殺人應該會吧 但傷人 或是怎樣 偷竊 然後把你家玻璃打破各方面 只要他就說 我是被歧視的那一群人 他就可以被無罪釋放 所以也就是說 可能是一個人 在大華 把一個華人老頭老太太打倒在地 把他身上洗劫一空 對 這人不用負任何責任 哪怕他被警察抓下來說 你給這個老太太都打壞了 人家都上醫院去了 都住ICU了 怎麼樣啊 他一分錢都不用花 他不用交任何保釋金 他還是會出來 出來再把那個老太太打一頓 就像那個在Walkershot 就是聖誕的時候 有個人開車到處亂撞 對 他就是犯案 然後被抓了之後 保釋金只有1000元而已 他出來 就犯下這個樣子的事情 對 所以就是他為什麼會有機會 在街上遊行的時候 在街上慶祝的時候 他能開車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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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一路把人壓過去 為啥呀 因為他沒得到懲罰嘛 他直接發生 他交1000塊錢 他就出來了嘛 出來了 馬上就做了一個決定 而且他還更恨 你們既然這個樣子對我 我要對你們這些白人 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他就這樣子去報復這個東西 你想想看 美國這個地方 你在加州 不要說美國 你買槍 都有一個10天的 cool down period 這10天就是說 你不能直接把那個槍拿走 你要在家裡等個10天 你如果說氣頭上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就去買這把槍 去把人家斃了 目的就是要讓你 calm down 然後不要再去 這麼衝動的去行事 所以就是以防這種事情發生嘛 所以所有買槍的人 都必須要等10天 對 但是現在這些罪犯 是你被抓了之後 他是馬上就釋放 他還在氣頭上 他就說你敢抓我 哈 那個人敢報警 過去再把你打一頓 然後再把你怎樣怎樣 對 所以這些政策 都直接的導致了 洛杉磯惡性犯罪率的急劇上升 這個實際上 對我們華人有沒有好處 一點好處都沒有 不僅是對華人沒好處 對我們所有居住的社區 就一點好處都沒有吧 對任何人都沒有一點好處 那好那再來看接下來的一個話題 就是學校的教育 很多華人來美國 包括你來美國 家長都是希望說你能夠在這邊得到更好的教育吧 然後有更好的未來發展的機會 你再優秀名額就那麼兩個 他們沒有辦法在政府裡面得到好的穩定的工作 那還有一個就是他支持在公立學校裡面推行激進的性教育 這個性教育這個議題我覺得應該我們的觀眾應該全部都知道了吧 就是現在左派的東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你要你的小孩在小學的時候就開始學 他其實不一定是女的 他其實不一定是男的這些東西嗎 對而且問題就是說你要是做從一個醫療的角度或者一個常識的角度 你了解說男人跟女人的身體構造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這都是OK的 但是如果要是說大家看過那個學校裡發那個書啊 那是相當相當的噁心的 戀童癖啊或者是什麼什麼的 他都舉那些個例子啊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噁心的事情 還有就是他支持什麼 說學校你不需要通知父母 你就可以讓小孩自己決定說我懷孕了 那我就去跟學校講 學校就帶你去剁胎 如果我要覺得說我現在我覺得我是男生 我想要變性成女生 這些完全不需要讓家長知道 你只要去跟學校說 學校就帶你去打針 打那個變性的激素 然後一切的療程都給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還有可能突然有一天 女生的家長就發現說 哎我們家孩子怎麼長鬍子了呀 因為打了激素或者之類的東西啊 他是完全支持這種東西 而且他支持給學校的孩子 教導批判性的種族理論 就是CRT 對 就是一個恨美國的一個東西 就是把美國當成是種族歧視 然後全世界最糟糕的一個國家 只有美國有奴役制度 然後只有美國最壞 我們要推翻美國 這是一個東西 這個CRT是一定要被停止的一個東西 我之前在跟周本麗 上那個周本麗那個zoom meeting 我就是針對這個東西講 然後他就是不回答 那這個人等於就是周本麗的一個接班人 對我剛才有說 你知道嗎 他自己也是這麼說的 包括像國會議員赵美心呢 什麼什麼在推薦他的時候都是這麼說的 就是說他一定要接著周本麗的路線繼續下去 所以他根本就是周本麗的一個copy 一個翻版 搞不好比周本麗更加的瘋狂 好那還有就是像homeless的問題 游民的問題在洛杉磯越來越嚴重 但是這個人他什麼呢 他推動說要在華人的居住區裡面 建造homeless的住宅 而且他會支持政府用大福利政策 吸引外州的各地的homeless 跑到加州來 而且我上次看到一個 他們還有推行一個 就是你家像你住Arcadia二街那邊 對你房子很大你後院很大嘛 對不對 你平常也沒有在用 給homeless住多好 對不對 你的後面這麼大 對不對 二街那個這樣一萬多尺地 分個幾千尺出來 塞幾個homeless多好 你就當homeless的房東 對homeless就住在你家後院 還有一個就是毒品問題 毒品這個問題上面是絕對絕對不能讓步的 對不對 他支持毒品合法化 而且他支持什麼呢 要在華人區引進還有建立大麻工廠 還有大麻的零售店 這就是這個 華人沒有讀林哲學這個東西 不知道那段歷史 不知道虎門硝煙到底幹嘛了 對對對 然後覺得說毒品好啊 可以刺激經濟啊 你看英國賣毒品賣多好 我們也來賣賣看 然後搞了之後就變成那個樣了 在經濟方面 他支持政府以疫情的名義 限制所有的經濟活動 這很誇張啊 現在所有的這個都已經開始Lifted了 然後現在他還是要繼續去做這個東西 等於說 疫情這個東西就是可以無限的擴大 然後控制所有人的一個東西 對所以其實 其實針對方樹強這個人來講 他所有提出的東西 我相信他如果從他的良心來講 他也並不是完全同意 那各位可以想一下 剛剛說的那些東西 哪一項是你支持的 你想要950塊以下搶劫嗎 你想要罪犯 犯了罪可以不用被抓起來嗎 不用付保釋金 然後直接被釋放嗎 你想要沒有警察維持治安嗎 你想要你的小孩很用功的讀書 但是因為他的膚色跟他的種族 導致他不能申請到大學嗎 你想要你的小孩變性 你這麼想要一個孫子 或者是兒子 結果只因為老師認為他是女的 他就可以去打女性赫爾蒙 把雞雞切掉嗎 你想要你家門口住管流浪漢 然後你報警 結果沒有警察 就算有警察 也因為有法律的關係 所以說沒有管 所以他們就住在你家門口 甚至住在你家後院嗎 你希望你的社區建立大麻工廠嗎 你希望到處都是吸毒的人嗎 這些當地的華人都沒有看到 我們只看到了他黃皮膚 他亞洲人 他是華人 他一定會為我們著想 這是一個非常病態 而且無知的想法 事實就是沒有人會替你著想 我也不會替你著想 我記得有一次 我跟一個無神論者在那邊講話的時候 他就指責我說 你這個假基督徒 你根本不在乎我這個人的感受 我就回答說 我的確不在乎你這個人的感受 我也不應該在乎你的感受 但是我在乎的是你的靈魂 而你在那邊辱罵基督徒 對你的靈魂一點幫助都沒有 使徒拯救你的靈魂是我們要做的事 拯救你的人生是只有你能做的事 拯救你的感覺是只有你能做到的事 可悲的事就是 我們華人亞洲人 我們在完全不懂這些人在做什麼的情況下 把我們的票投給了他 讓他們來殘害我們的生活環境 讓他們來殘害我們小孩的教育 我們還沾沾自喜的說 你看代表我們是一個華人 是一個從哪裡哪裡來的 他是台灣人或是什麼什麼之類的 不知道曾經支持 這個博士頓市長五米的 我們之前講過在聖地亞哥的一個姓劉的牧師 越來越明顯是誰 要不要說出來名字是這樣 你看大家都知道了吧 是吧 要是有不知道的評論區敲我們一下 還有就是在波士頓曾經投票給五米的這些華人 曾經以華人的名義來投給華人 我不知道這些人到現在過上這樣的生活有沒有後悔 Yeah, that's a good question 如果你住波士頓然後你投票給五米請在下面留言 那這邊講一個歷史事件 當時希特勒是民主高票當選的 當時有很多的德國基督徒投票給他 說投給他不代表我反猶太人 不代表我反猶太人 不代表我反猶不代表我種族歧視 而是我在乎德國以及德國的基督徒的生活環境 甚至還有猶太人說 希特勒說了他不是要壓迫我們 他是要給我們一個安全的環境生活 我們現在也是被那些很奇怪的德國人壓迫啊 希特勒希望的是大家安全的和平相處 或許種族隔離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也是好處吧 然後這個安全的和平相處的地方就是集中營 所以我們還有比我們老一輩的或是老兩輩的這些華人 永遠都在這個循環裡面 自我迫害自我摧殘自我毀滅 那這一次呢這個我們剛才講的非常誇張的麥克風先生 方樹強他完全獲得了州長紐森的背書 我覺得別的你都不需要了解 只要Gavin Newsom他背書了一個人 這個人能選嗎 別的你都不用看了吧 這個人到底能選嗎 而且他還獲得了很多華左政客以及華人團體強烈的支持啊 比如說像什麼國會議員趙美新呢 各個企業呀開業 然後各個什麼華人春晚舉辦 反正就是各種活動 他都會出現在現場 他是國會議員呢 他不是加州議員 我不知道他一年當中到底有多少時間在華盛頓 我不知道他每天到底在幹嘛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這麼頻繁的出席所有華人的這樣的活動 儘管他根本就不會說什麼中文 就是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要請他 因為他們覺得說我們有政治人物 而且他是國會議員的 他是大官 大官來支持我們這樣一個開業活動 來支持我們這樣不好嗎 能請到趙美新很有面子耶 所以因為各種的這個面子的關係或者是就是覺得他華人 然後我們華人我也很驕傲 然後找他來撐一個場面 所以我不知道這人到底在幹嘛 就是一年365天出席各種各樣的這種華人的地方 然後呢還有我們這個前Wantree Park前蒙市的市長 林達間給他做宣傳 辦這個籌款的晚會 我認為我為什麼支持他 是因為跟趙美新一樣 跟五國新一樣 看中了他會很老實的為我們百姓做事 會很努力的做事 所以我相信他的人格 很多很多我這次一看這個方樹翔的事我才知道 原來在我們華人社區裡面 平時有這麼多非常積極活動的人 全都是左派啊 這些華人政客 非常可怕 我會以為說我們這個年紀的左派 是比較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們被這樣子的教育 然後在這樣子的教育系統裡面出來之後 然後我們自然就會覺得說 我們是講話比較自由啊 然後這樣子 就你看那裡面都是一群老人 就是年紀都非常大了 如果你要是看說給這個方樹翔辦什麼籌款晚會啊 有那個洛杉磯華端口僑團 他們平均年齡我覺得都是 基本上可能是70多80歲這個樣子 他們為什麼一定要出來支持這個方樹翔呢 他們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方樹翔在幹嘛 他們只是說哎呀 方樹翔從小就是在我們華端口長大的呀 他也是我們廣東人呢 所以就是有一種老鄉知識老鄉這樣概念 但是洛杉磯華端口你有聽說過這個地方嗎 我沒有哎 我就是上網查說 洛杉磯哪有個地方叫華端口 後來查了一下說 哦原來就是洛杉磯市中心的China town China town就是華端口 就中國城了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個講廣東話的群體裡面管那個地方叫華端口呢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在下面幫我們科普一下哈 還有就是很多像什麼美僑聯給他籌款籌了兩萬 所以你知道像很多這種華人團體不起來 還有美國華人政治聯盟 我才知道原來這個聯盟是 是左聯盟啊 華人政治聯盟30日在蒙特利公園市舉行記者會 表示他們將為趙美新 張玲玲 周本利 方樹強 陳介斐等18位聯邦和地方民選官候選人 在11月3日的選舉中背書 支持他們在下一屆任內為美國華人發聲 維護華裔選民的合法權益 政治聯盟主席莊春慧表示 該聯盟將為18位聯邦和地方民選官背書 他們當中大多數都是華裔民選官 他們呼籲南加州華裔選民11月3日都出來為華裔候選人投票 讓他們在聯邦和地方各個政治舞台為華人爭取話語權 為維護華人的合法權益盡心盡力 極左呀 所以就是你看到這些什麼好像華人的大官啊 然後各種什麼市長啊前市長啊 如果你要去看麥克風 他那個網站上面說有誰 endorse他 你可以看到 沒想到原來這麼多城市的市長全都是左派華人的 像什麼Temple City的市長 Temple City的副市長等等等等 但是Arcadia那個市長和副市長我是沒看到啊 對因為他們是右派嘛 他們就是保守派啊 看到這樣的話就是讓我會感覺到很難過 因為我們都出了國了 我們還在搞那種什麼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 你不管這個老鄉到底是在幹嘛 但是我就是義無反顧的支持你啊 這個人上去了 他會對這些支持他的人有什麼好處嗎 當然不會 因為整個一個大環境改變的話 他們也會受到影響 他們的安全也會受到影響 他們孩子的就業 然後上學等等都會受到影響啊 所以我們真的不要再投種族牌 而且說真的啊 其實這個原因跟我們的成長環境有非常非常大的關係 特別是我們到了一個異鄉的時候 你去看什麼香港以前那個漫畫 像什麼中華英雄啊 就是什麼華英雄到了美國之後 然後就是白人都欺負他 華人一定要團結 華人一定要在一起 然後你看政治人物 他們其實說法就像這個樣子 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力量聚集在一起 才可以去做大事 然後才可以翻轉這個東西 這個樣子造成的就是一個左派的一個方向 就是一個領導在這個地方 你不要想太多 你不要知道太多 你就過你的生活就好 你把票全部投給我 我來去做大事 你把你的權利 還有你的這些東西 讓他們去做這個很可怕的一些事情 就像方數強支持的那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非常非常可怕 而且對任何一個華人 都沒有任何利益的一個這些政策 但是你卻暗中支持了 你卻支持了 只是因為我們華人要團結 隨便你怎麼想 但是這個實在是最危險 而且最噁心 而且最讓這個世界毀滅的一個方式 因為你放棄了你自己的個人自由 還有自己的想法 而去把這些東西平白無故的送給一個 一點都不在乎你的人 事實上就是沒有一個政治人物在乎你 沒有一個政治人物知道你 沒有一個政治人物認識你 所以說華人投華人這個想法 一定要去除 而且我們每次投票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看到說這個人 他的方向是什麼 然後他們在做的事情 對 所以這一次方數強 70%高票當選 在他上任之後 他在加州所有投票做的每一個決定 他把我們的社區搞得越來越爛的時候 他把我們的治安搞得越來越爛的時候 所有的這些華人的僑團 華人的團體 還有這些所有華人的政客 所有你們支持過他的人 這裡面都有你們的一份 每一個老人被襲擊 每一個犯罪的人被放出來 你們都有其中的一份 我們還能不能干這種事 還有一個好事就是什麼呢 這個方數強他只干到年底 在年底11月3號的時候 我們還有一次選舉 但是我們能不能再干同樣的事 還有一個另外一個好事就是什麼呢 這次的投票率太低 只有15%的人投票 也就是說我們有更多的機會 一直到11月份之前 我們有更多的機會去告訴身邊所有的人說 不要再華人投華人了 你不要再投一個這樣 完全要把我們的社區搞爛的 這樣一個瘋子上去 你想搬家嗎 你想上來一個把加州搞得更爛 然後你要搬離你居住了多年的洛杉磯嗎 然後你要搬到一個 右派保守派的地方去 然後你到了那邊你還要再繼續投左派的政客嗎 No 這種事情是非常愚蠢的 我們既然住在這裡的話 就像這個是我們local的一個政治的環境 我們不要說天天關注華盛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身邊的事情我們就是要去做 我們天天說要改變要改變 我們就是現在就要改變 所有住在49區的人 這個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哪怕你不住在49區 這個對我們整個加州生態的環境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不要再去給這種人捐款 我們不要再去支持這種人 你拿到他的牌子 不要再往你們家的院子裡面去插 還有就是你剛剛說的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這次的投票率實在是太低了 三萬多個人 對 Arcadia High就幾萬個人了 就幾千個人了對不對 他們的父母加起來就幾乎是這個東西的一半 你如果在乎你的小孩教育的話 你光一個Arcadia High 他們的父母說不定就可以翻轉這次的選舉結果 然後父母他們的阿公阿嬤如果在這個地方的話 所以說翻轉選舉結果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不要覺得說我來美國我又不懂政治 然後我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 我幹嘛要去投這個東西沒有 這些東西是關於到你的小孩你的孫子 還有你自己的生活的 還有你出去會不會被打的 如果說你是80歲的話 對 所以說這一次11月的時候 你一定要出來投票 你要為了你自己 你要為你的兒子 你要為你的小孩 你要為了整個你的社區 你要為了整個方向來去投票 不要再去做一些很蠢的事情 然後不要覺得說我過我的生活就好 你可能很想要就是與世無爭 但是政府永遠都想要跟你有關係 政府永遠都想要控制你 你那二階的房子很大很漂亮 你在裡面可以當一個王 一萬多次的地 你當王 馬上蓋個令 警察派幾個人過來說 以後這... 這幾個人就交給你了 對 他吃啊住啊 反正你那麼有錢嘛 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該怎麼辦 突然你的小孩說變性了 然後呢 回來說 這是我的學校告訴我說我可以做的事情啊 你說你這個不孝子 他就打電話告你 然後叫警察把你抓走 你想要這個樣子的生活嗎? 你想要這個樣子的環境嗎? 你想要這個樣子的價值觀嗎? 如果說你不想要的話 你可以改變這個選舉結果 一個Arcadia High的父母就可以翻轉這個投票結果了 所以說請各位 11月的時候一定要出去投票 讓你的聲音出來 讓你跟加州的政府說 我們不想要這個樣子的政策 然後我們要改變 然後我們不要有這個樣子變態 而且神經病 只為了自己政治目的 然後用自己的種族 來騙別的一個政治人物 來代表我們 對所以我們真的不要再被騙了 我們再也不要說 只要因為你的膚色 我們就投票給你 我們再也不要做這樣的人 所以到11月3號 現在2月份嗎? 還有很長的時間 大家一起去動員一起去努力 因為這次投票率真的太低了 我們可以動員更多的人 讓他們大家都投出票來 這個結果應該是很好翻轉的 所以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投票投給誰呢? 就是共和黨的Burland Brink 那我們之前呢 跟他見過面也接觸過 非常老實非常憨厚的人 而且他是在洛杉磯當警察 他當了40多年 他對我們這個社區裡面 所有發生的這些事情 他都太清楚了 尤其是犯罪方面的東西 他實在都是太清楚了 而且他也是一個保守派的基督徒 所以我們真的不要再被 華人投華人這種事情給騙 老外他只要保護我們 他只要跟我們理念一樣 我們就投給他 我不管他的膚色 是黃的是白的是黑的 只要他是一個 脑筋清楚正常的人 而且他能夠做出正確的決定 而且他又是一個敬畏上帝的一個基督徒 我們為什麼不要去支持他 所以 朋友們 下一次選舉 11月3號 那我們也會在這一個期間不間斷的 隨時跟大家來分享 這樣一些動態吧 所以我們大家一定要 49區啊 全部都是我們住的地方啊 朋友們 一定真的不能懈怠 我們天天關注 華盛頓的政客 這麼低了 那麼低了 川普又打高爾夫了 這種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情 一定一定要注意 我們沒有人想要說 我們的孩子 某天回家來 就什麼突然變性了 我們也不想要 我們的父母 我們的阿公阿嬤 突然就是去超市買一個東西 結果就被人打進ICU 然後那個人隔天又被放出來 我們不想要這樣的事情 發生在我們的社區裡面 所以要一起團結 一起努力哈 好 那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是弗麗莎 我是伊燦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大L.A. 神奇快訊主播 Danny 以下為大家播報一則社區活動消息 一出大膽創新 前所未有 特畏華人親家節的3D虛擬製作 已經問世了 神奇傳播嘗試 與特效演出 真誠見證 3D虛實融合 神奇春晚贏家節 隆重在線上演 我們全體要一同觀賞 曲擬劇場 原創新歌 神奇傳播 人都安然 又風了 因為他們被夢延續 仿真人物 大家好 我是何道市的市長秦振國 我是王維中牧師 大家好,我是刘萨伦 大家好,我是歌手、音乐制作人香海 动感健舞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为有主耶稣的带领 不但我们的人生有了方向 疾病得到抑制 需要得到供应等等 温馨而异的 希望能带给您耳目一新的视觉饗宴 请大家进入神奇传播的YouTube频道点击观看 另外,神奇传播这次又开发了新的辅助工具 同步以电子书的方式介绍节目内容 人物及花絮等等 提供您更完善全面的浏览 可借由个人电脑 笔记型电脑 平板电脑 手机 或是专门的电子书阅读器来阅读 精彩内容 请搜索神奇传播YouTube频道 预知更多详情 请拨打神奇专线 626-213-732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